哈喽大家好 这支影片呢是2020年4月11日 也就是本校斗六国中 参加高中美术班数科考试的全记录哦 而今年登场的是乖巧又暖心的316班 然而今年情况很特殊 因为碰到武汉肺炎疫情严峻的缘故 所以呢防疫视同作战 在带领孩子们应考的同时 能够顾及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并且能够全身而退 变成了我们更重要的任务 所以呢这次的数科考试 真的就像是在打仗一样 一大早我们就有专属的先前部队 直接就先到嘉义高中 我们自己的考生休息区的教室里去做全面性的消毒 也就是您刚刚从画面上看到的 孩子们所做的每一套课桌椅包括抽屉 我们都已经先行消毒完毕 之后呢才让孩子们正式进到考生休息区 这就是当天的考试形成表 然后呢在每一个考科孩子们进入考场之前 我们也都会有专门负责的老师先做考前的叮咛 当然午餐跟午休时间是比较平常孩子们在学校的作息 所以中午是一定要睡午觉的哦 然后呢我们也很感谢许多老师 包括辅导师甚至于校长 帮孩子们准备很完整的丰富的喂食圣品 所以桌面上所看到的这些粮食是一人份哦 这些喂食圣品是在孩子们每考完一科 进到休息区之后随时可以补充营养跟体力的哦 毕竟呢一整天四大考科考下来是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 尤其是大部分的孩子们呢 在化的过程当中甚至全程是站着化的 因此这些营养补养品对我们来讲就相对重要 加上武汉肺炎疫情严峻的关系 所以当孩子们每完成一个考科进到休息室 我们一定是叮咛孩子们先洗手上厕所再洗手然后喝水 然后呢赶快吃营养补养品 接下来的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进考场之前 针对每一个考科专业的老师们所做的考前叮咛 大家一回答 高度轮廓嘛 第二个呢 对明安 第三个呢 对经理 这看下他们这些我找一个比较明显的 好像这个 昨天有说不锈钢的 这边打开拐 这边两个都有不锈钢的一个方式 那他们这种就是同时符合的 你看 他们还要记得虚实是比较出来的 就你们画那个小白一样 如果你单纯只有一个白就像这支绵羊一样 如果这个后面的背景或这个酒瓶 这张情况的闹眼不够深 这支绵羊不会显得它是白色的 懂吗 你不会是单一画一个东西 它就会显得它白 而是你利用背景去称出前面的前景 它就会显得它是白色的 然后当然说这张这个完整度就稍微比较差 那边边脚脚 我们就做一个省略 好那我这边讲这个 重点啦 画深的 你要画浅的 你是不是要去闪嘛 所以你要提清你的绘画步骤 大概说不然你平常素描是怎么样跟你讲 反正你们就比较平常你们画的方式 然后把这个方做是一个辅助 然后游量到万 为什么我们坚持 走过来的三年 下来这场考试一定都要来考试 不管你未来要读的是普通高中 是读美术班或者非美术班 至少让多多要来检验这三年 在美术领域里面学起来的 而且这样的检释 纵使以后你不在美术专业的领域里面 去专业 你还是有可能在很多领域里面 去用到你原来具备的美术的技能跟素领 莫资 电台 铁子 卫生纸这些东西 书法用具请你先准备 书法题 老师写很多个给你 还有一米字那指标有没有 你曾经写过的书法题 先讲一次 好先讲一次 把它转化成书法题 所以这是第一点 你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省题 然后每一个字 至少写一分钟 至少写一分钟 对吗 那我们当时有同学问过 为什么他跟笔 最后都会分叉 或者是VC 或者是非白 但是你写得太快 我上个礼拜有试试过 对不对 这边有试试过 所以就慢一点 我再剪个专辑 再PO上去 所以不讲话 坚持不讲话 烤得累了 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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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住啊 下午 下午还有两个 所以要先睡一觉 当然 等一下我们还是会按照那个 学校的 学校的那个 对 对 要午休哦 嗯 所以一定要午休 懂吗 嗯 嗯 那个后门那里有一个 放在那个什么 以下就是当天四个考科 所出的题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别是素描 书法 水彩 水墨 在这边也衷心祝福 今年这一批孩子们 个个都能够有 自己的美好一片未来 也预祝他们金榜提名哦 狗六国中加油 好